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出自思考HK Think Hong Kong 作者就是吳志龍 發表已經整個星期之前 在2019年11月21日發表 題目就是 由謊言引發的將難 香港可以自救 問號 香港可不可以自救 他就說 昨天 即是19天 看新聞 很多次反映自己 到底 這個 香港現在說的那些 是否危言聳聽 是否真的 每一個問題 都要問一問 到底是否真的 因為這半年來 由反修例引發的連串社會風波 本質上是一場的資訊戰爭 謊言 謊言 在這個半年之中 不聲媚舉 香港 正陷入一場有謊言引發的災難 他就用 19天的四個消息作為例子 第一 有一份聲稱是由 文匯報發行的反暴力特刊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曾鈺成 前晚入理大 為了救朱鎔基 缺乎爭孫女 可能是孫女 可能是爭孫女 第三 教育局宣布二十日繼續停課 第四 就是油麻底 果欄水果受污染 有四個新聞 結果發現四個都是假的 他就先用其中兩個作為例子 那份所謂由文匯報發行的反暴力特刊 上面有一句 就叫 Once you go black You'll never go back 這是一個英國的里語 涉及色情成份 這份東西傳出去之後 網上立刻有一些補習老師 就趕快拿來作為一個教材 其實在這份所謂特刊上面 就沒有印了文匯報的標誌 結果他打電話去報館 報館裡面的管理層就說 沒有 我們沒有出過任何特刊 這是假的 但可惜就是 一批為人私表的社會精英 竟然毫無求知精神 人魂益魂 另一個就是 曾鈺成下入校園 想救誰 成為苗體的焦點 有人說想救一個叫做 朱環的少女 說這個少女是前總理 朱鎔基的孫女 有些說是真孫女 當然 朱鎔盛當場 否認其事 後來發現 原來朱鎔基只有一兒一女 女兒就嫁了人 可能有兒女 但又不會姓朱 現在既然是救一個朱環的少女 那便是兒子 她兒子到現在為止 她兒子叫朱雲 到朱雲來 到今天為止 根本未有兒女 何來孫呢 所以這也是假的 但是蘋果日報 在二十天 仍然以高幹特派 曾鈺成前線 執子女 繼續 說謊 這些謊言的動機 或者 醜陋 但是呢 以我傳我 何尚 何尚 不是其心何諸 到底 今年的資訊 世界之中 我們可以信誰 一般人 就應該知道 就是 有可能 另一順其有 不過另一順其沒有 這類東西是錯的 尤其是 你將一些資訊 再傳出去 當然我自己也犯同樣的錯誤 但我希望每一次 做事都會謹慎一點 不要犯得太多 我犯過 譬如那次 在英國的冷凍車裡面 發現有三十一條屍體 當時我以為BBC說是對的 他說是中國籍的 我很傷心 竟然沒有檢查 現在事後發現 這三十一個的不幸死者 全部都不是中國籍 沒有一個是 全部都是越南裔 所以 要小心 連BBC 所謂大台 都發出這樣的事情 我們這些普通市民 怎樣分辨是非 這是很難的事 是真的非常難的事 但是 偏偏 今天香港這一場的大災難 就是基於謊言 完全是由謊言引發的 所謂反修例 破壞了香港和大陸之間 法律的防火牆 這是一片謊言廢話來的 第一 第一 跟中國大陸 有類似的疑犯 第二交的國家不少 也不見得這個國家和中國的法例之間 有什麼防火牆被打破 沒有這回事 當然你說 香港特別一點 香港是中國的熟土 好 既然香港的中國熟土 更加沒有這個防火牆可言 因為 人大 就是解釋 基本法 基本法 就是香港的憲法 所以 一本上 解釋權在中國 你不能脫掉 但實際上 在執行過程之中 因為香港一國兩制 在一國之下 在兩個不同的制度 因此 逃犯移交 一直經過一些法律程序 而這個法律程序 最後 看守人 看著哪些人 要被移交 哪些人不移交 在香港這邊 以中國 要人為禮 權在哪裏 那裏 那裏 不是在中國那裏 那裏 那裏 是在香港的最高法院 那個 被要求引渡的人 可以一直上訴 最後去到香港最高法院 如果香港最高法院認為 是不應該走的 不用送走 所以沒有這件事 但是偏偏 有人 利用香港人 恐共 受共 以及自卑心 三十年前 香港的國威 今天 和旁邊的深圳都沒有得比 什麼心理 做了這個 所謂的運動出來 當然 這個 反修例 只是道火線 其他任何的一件事 都可以成為這次 這樣的 暴亂 的引發點 但是 這個引發點 明明 是一個謊言 但偏偏 很多人相信 包括我一些 很有學識的同學 都相信 這樣才慘 這樣才使人失望 為何你們不自己 看看這條例 你們不是沒有能力 看這條條例的 你們寧願 信 因為 你們被人 拿住了 你的恐懼之心 所以失了理智 失了自己 判斷的能力 我希望大家 真是 思考一下 怎樣可以 重新找回自己的理智 不要被人當 炮灰 香港 攬炒了之後 受害的 是香港人 我這個澳洲阿伯 沒有大影響 但是 我在香港的朋友 對他們的影響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 大家都是 找回自己的理性 好好地 真的看事實 不要只聽謠言 尤其是不要聽那些 嚴重 偏頗的新聞 包括 香港電台 我都不明白 香港電台還可以存在 真的不明白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